伯母一直都很要强 他一个人经营着历史 又把你带大 可现在看着他 真的老了很多 也很脆弱 所以 上一次 我真的不应该那样跟他说话 我现在好内疚 他现在应该还在气头上 过于真的就会好的 我一会儿帮你解释 这次真的是我不好 所以 你帮我好好跟他说一说 不要再跟他发脾气 你刚才为什么会和湘姨在一起 我刚过来的时候 我就看到伯父从伯母的病房走出去 他说要跟我谈谈 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问我 关于 对你 还有对湘俊的感情 我说我爱的人是你 其实 他真的很关心你 不然刚才也不会晕倒 不如 你去看看他吧 那 那 那我可以去看他吗 行了 要不要喝水 你什么时候来的 有一会儿了 刚才 相依来看过我了 我看到她的样子 真的好难受 感觉这个人 真的就要离开我了 她早就已经离开你了 我本来不想说这些的 我知道生老必死 谁也逃不过 可是她明明有一线生机 唯一能救她的人 为什么不肯伸出手 种猫啊 我知道三十多年了 我一直以为我应该很恨这个人 这些年来 我也是用这种恨 来支撑自己不让自己倒下 可我终究骗不了自己 她是你的父亲 你身上流着她的血 除了这个她还给过我什么 我 我 众某 去救她 她是你的亲生父亲 你不能不关她 当年的事情 不能全怪她 我也有错 如果你不去救她 你会后悔的 到现在你还是忘不了她 你爱了她一年 恨了她一辈子 到现在你躺在这里还在为她说话值得吗 三十年过去了 三十年过去了 还有什么值得不值得 不管怎么说 她是你的亲生父亲 众某 如果你有能力 你就给她一次机会 就算我这个当骂的 这辈子 我已求你一次 你先好好休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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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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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份 是需要您签字的文件 还有啊 我们开发的明基广场项目 已经投入运营了 向豪帝都的营业额 也开始有所回升了 这是整理的 最近的工作报告 联特主 你有多长时间没有练字了 您走了之后 您走了之后 我就一直忙工作 没顾上 梁氏那边有什么 最新的动向和消息吗 梁氏呢 最近加大了宣传力度 而且前期资金 也已经投入了 很多家公司都悠悠于事 不过最有机会的 还是跟我们相识 从实力上来讲呢 我们应该更展优势 我也找人打听过 梁瑞强的口风 但是奇怪的是 他的态度一直很犹豫 而且梁氏跟相识 最近联系得很密集 所以呢 到底选择谁 现在也不好说 不过 相识私底下跟我们联系过 他们是希望 能够和我们一起 完成对梁氏的投资 所以现在 就看您的意思了 出高价 不惜一切把这个项目拿下 李总 这个旅游项目 是相识最后的机会了 你这么做 不知志向欲于死地吗 明天开始 停止安排 所有会议和活动 已经安排好的全部取消 公司的事情 由你暂时负责 我 我想放一个长架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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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